好 一堆人想抢着进公家机关 不过其实军公教人员也面临到了退休金制度的改革问题 根据退府基金委员会的最新统计发现 去年退休资遣人数高达了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一人 是八年来的新高 而这一波的退休潮也造成政府 每年要支付的退休金增加了两百四十四亿 公文人员铁饭晚人人抢 但军公教人员却也面临年金改革的冲击 考试院长官中陈队公务员退休年金改革 提议延后退休年龄要将现行的八五制改为九零制 一连串年金和退休金改革 恐怕已经造成军公教人员担心 做越久领越少不如早早退休 七五八五早就实施了 他是每一年增加一年了 八五八六八 就是说还没有实施之后就 还这样一年都没有就要变九零制 他现在是九零 根据退伏基金官委会统计 去年军公教退休自遣人数 达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一个人 是八年来新高 而且政府每年增加支出两百四十四亿 立委质疑这一波退休潮 和退休金制度改革有关 也认为要改革就得检讨所得替代率 并且将已经退休的公务员 也纳入改革才算公平 全市部认为军公教人员 退休原因很多 七五制改成八五制 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但十九零制还没确定 退社潮其实和政府组织改造 也有关系 公务员退休法从一百年开始 实施七五制改八五制 并定有十年的过渡期 让可领月退的年龄年资标准 逐年延后 变成退休和限职所得没差多少 许多人一到可领月退年资 干脆退休 一百年就出现退休潮 一百零一年人数更多 继续有蒋龙翔台北报道